《夜幕出垂》 在这里会度过一个怎样的夜晚呢 今天妈妈带我来的 来了很多次了 喜欢看像什么 喜欢 为啥呀 还是 因为就是看像的时候很快乐 很高兴的那种 像什么能带给我们欢乐 生活本来就很辛苦嘛 是不是 需要找一点乐趣 经常就带她一个 她爸爸一会儿过来 这是一处演艺相声 聆听笑谈的驿站 也是一个 充满欢声笑语的夜晚 现代人为生活奔波 紧张与焦虑 填满人生的每分每秒 有时也不免悲观 是否只有逃离这一切 才能寻到快乐 笑意站 或许会给出 不一样的答案 工作一周了 然后也挺累的 然后这个 清空这些渠的东西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 能笑一笑 然后开开心 然后再一个 也能缓紧压力 那我觉得挺好的 笑声的力量是强大的 笑声也是能够传染的 很多观众认为 在这儿快乐很简单 这也是成立 笑意站区设施 班主陈阳的初衷 有一句话叫 笑一笑十年少 我觉得十年是不可能 我觉得可以是笑一笑 少一少 完全没问题 一杯茶 一点瓜子了 有点小零食 在两个小时的巷 那这就是一种 都是快节奏化的一个 慢节奏生活 我做这个剧场的初衷 也是这么想的 让大伙回归到生活 放松心态 放松状态 把所有压力卸下 就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 90后的陈阳 不飙心立意 不时尚嘻哈 却认真的与传统相声 擦出了火花 我小学的时候 中央三套 你刚才说有曲约杂谈 他们会放 侯宝林啊 马记啊 侯耀文啊 包括当时周末 喜江峰 中央三套会出很多的 像是小肯德 我天天就追着看 每周都追着看 我就觉得特别好玩 让我发自肺腑的那种笑 看完所有节目 上课 有时候上课就不好好上 拿个小本 拿个小纸 拿个笔 跟那几八 头一天听的 单口像是的词 我又给他磨下来 相声这种艺术形式 让陈阳感到十分有趣 引人发笑 十几岁起 他便对当时 著名相声艺术家的 经典段子 烂熟于心 倒背如流 在他心里 相声梦已经种下 萌芽 长成了一棵小苗 初中毕业后 陈阳考入上海 职业技术学院 18岁那年 在朋友的引荐下 他向天津快板 相声演员 何德丽拜师 在天津相声界 何德丽是与师盛杰 师傅宽等 著名相声演员 同辈的第七代艺人 13年毕业以后 就到天津 开始跟我师傅学艺 天天就是跟着师傅 师傅上剧场 我跟他拎着包 然后到那 师傅上场之前 我们找一个舞台旁边 找一个六椅子 往那一坐 师傅演完了 我去把师傅掺了 师傅到后代换衣服 我们等门口等着 师傅出来拎个包 把师傅送回家 我们再回去 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 两年 我们这行就是 必须是跟着师傅 就走 师傅到哪儿 我们到哪儿 然后跟着师傅听 跟着师傅学 学到一定程度 然后自己出学世界 师傅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陈阳情学苦练 说学逗唱 也在师傅的帮助下 登上舞台 小练了几回 2015年 他回到了静江 先从文化馆的 免费培训老师 开始做起 教业语团队 文艺爱好者们 学习朗诵 说唱技巧 随着德文社 把相声带得更活 那那个时候 观众已经全民地 能够接受相对 我之前回来 我还担心 我说 静江观众 能不能接受 这种艺术形式 有人就告诉我们 你回来坐吧 我们能够支持 2019年 在一帮志同道合的 朋友的支持下 陈阳 组建了 静江相声俱乐部 每周六晚 他们在 示威港边的 艺文书吧内 演出一小时左右 那时也常常应邀 到社区 进行义务演出 也在那两年的 梅艺节上 露过脸 不挣钱 不被家人理解 给大家带去 笑声的年轻人 仅仅因为梦想 走着一条 崎岖艰难的道路 一六年之前 咱们近江没有 类似的这种剧场 没有这种表演形式 那么我从一六年开始 在近江开始做这个 推广这个 那付出的太多了 可能我一六年的 一年的收入 就一千二百块钱 就一千二百块钱 到一八年改善 一个月两千 三千 慢慢的一点有点做 到我二零二一年 我觉得 哦 时机成熟了 至少我在近江 把这门艺术 已经推广开了 二零二三年底 俱乐部在工人文化工一楼 正式安营扎寨 改名为校医站 开始了每周六晚上 常态化演出 从门庭领落 到宾客满堂 晨阳的梦想 开始慢慢照进现实 二十四个奖 我上口就来 四句话 我们说再四句话 你都说吧 听着啊 春雨今春情 夏曼王夏处香连 秋处如秋 寒霜降 冬雪雪冒 小大寒 怎么样 来 二十四个 二十四个 我跟校医站这个渊源 应该要从二零一六年开始了 陈阳 陈老师呢 那个时候他参加了咱们 晋江市电视台的有一档节目 叫《晋江大明星》 他上去就表演了一段相声 那个时候呢 我正好是这个节目的一个评委吧 我在下面 我一看 眼前突然觉得一亮 咱们晋江也能有 这么好的说相声的这个群体 通过和陈老师的接触过后呢 我发现 晋江啊 确实有那一批年轻人 就热衷于这个传统文化 跟他们在一起 我觉得很开心 在台上呢 一个包裹抖出去 下面哄堂大笑 我其实心里更开心 一捧一斗 带来欢声笑语 一板一眼 弘扬传统文化 台上的并非都是专业演员 大多是相声爱好者 其中有教师 有企业职工 甚至还有村干部 我和陈老师出当时同班同学 然后他回来之后 然后他说 他说我想办这个相声社 但是呢 当时他也考虑到 第一支持的人很少 第二呢 自己的资金啊什么的 也不足 但是我跟他说 我说 可能我的能力也有限 但是如果说 你需要我去配合演出啊 或者什么的 那我肯定也一直陪着你 我更多的是希望 咱都能通过一种既轻松又愉快的方式 把自己的心理压力宣泄出去 那么什么方式最好 就是笑 笑致百余 压力大 那是正常的 可是生活呢还得继续 怎么继续让自己高兴起来 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跟自己喜欢的朋友们 在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 那是更幸福的 笑声总能为人们打开一扇窗 让阳光洒进来 在这个充满快乐的驿站 传统文化 助力着静江小城文艺的全新表达 简单而纯粹 优优独播放